他不肯上學 自信心不得 還有 脾氣開始變差了 回到學校 他完全沒有那個存在感 他覺得回到學校沒有意思 因為他本身有讀寫書 他不懂那些字 不懂看題目 考不到事物 不懂書 經常回到學校 他感覺很挫敗 對我來說 我不需要他考第幾 不需要他拿多少分 但起碼基本他懂些字 即使將來找一份很普通的工作 你都要懂些字 擔心他的將來 每個孩子都應該有不同的長處 如果我們只用一個標準 就是學業成績去衡量他 有很多孩子都會被淘汰出來 而對他的影響是很大的 我們叫做不一樣的五星星學院 就是另類的 在學業成績以外 我們發掘他的潛能 在過往的日子裏 我們做很多 譬如體育 音樂 或者其他不同類型 譬如藝術 各方面的發展 當一個孩子 他找到自己的能力 在這裏的時候 其實他整個精神面貌都不同了 他自信心會很高 在這裏學花式跳繩之後 他的社交群體和溝通是變得更好 他的腳的協調變得更好 因為他當初跳的時候 其實手腳都亂了 現在都能跳到 也是有幫助的 而且他懂得跟別人協調 有拍檔 譬如伏繩那些 他懂得如何走回 整班人一起做過活動的時候 他懂得大家一起如何平衡 之前是不行的 他在學校上的體育堂 譬如老師叫他做一些事的時候 他要自己走開了 去踢砂踢石仔 離開了那個群體 但他在這裏就沒有了 學了花式跳繩之後 他就知道不可以入洋 跟另外一個機構合作的情況 他都分享了一個小孩的情況 在學花式跳繩之前 醫生說他的手腳協調 和眼睛的追跤 被童年齡都弱 後來他學了花式跳繩之後 大概半年左右 他再回去覆診 醫生就說他 他被童年齡的手腳協調 是高了很多 而且他眼睛的追跤是很厲害 比起一般同年齡的小孩 他都是強很多 我們自己看 這些服務 因為其中一件事 就是提起了小孩的興趣 他會自己不斷去練習 其實就改善了 除了說他在那方面 那個項目方面他有一些成就之外 其實同樣的情況下 他改善了 譬如他那個手眼協票 專注力 各方面的東西 這個是不知不覺 他透過他喜歡這個項目 他喜歡這個活動 他去練習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改善了 要他改變是很難 唯有是我改變去接受他 每一個人都不同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特面 我從來都不拿他們三兄妹比較 好像現在的女兒 我只是專注去找一些方法去幫他 或者怎樣去發掘他 另一方面的優點 你怎麼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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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所以 你怎麼會不會 別人 我走 你怎麼會不會